巴黎岛副省长柯克表示,巴黎岛旅游业业主采用了开放旅游业及加速巴黎疫苗接种的错误次列。 因此,他提出了基于风险政策的建议, 即通过考虑各行各业的情况及经济风险评估以制定政策。 该方法能使得在经济及卫生安全之间找到平衡点。 因此,我能有所愿意的意义, 对于育成的形勁,因为他们必须手术的治疗。 但在其他事情,他们也有所愿意的保持的治疗。 如果不在理解,就会在和调查之间的保持。 提出了基于卫生的地域。 因此,我们能够有所愿意义的保持住。 这些数据会所愿意义的保持入住坊区的治疗。 我们能够得出现出的状态。 因此,我们能够得出现出的状态。 我想,我们能够得出现出的状态和保持住坊区的状态。 出席此次研讨会的旅游经济创意部长Sandyaka也给出了自己的意见 他表示因巴黎岛将是2022年G20分会的承办方 为此政府将继续为巴黎岛的经济复苏而努力 不过他还强调只有在巴黎岛满足四个条件后才会重新对外开放 第二是疫情的情况下 然后在一半月中我会和老 Presiden说 我必须说说我必须说到我所在的巴黎岛的巴黎岛 多少情况下在巴黎岛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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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巴黎岛 他说在100%日常新的病例 number two adalah bad occupancy rates yang ada di bawah 40% atau 50% dan juga perluasan daripada testing dan tracing sekaligus juga penyiapan kesediaan daripada industri dan di sini ada Gus Agung untuk menerapkan N2N CHSA 美都新闻, 彭吉好, 采访报道